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此个法官说 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此次她对悲剧非常愧疚 希望向死者加负身 Do lado歉 谢谢 法官传说被告没有受到挑衍去拴 рус ד Orz abłse INTER疏 精神科报425用呢? 露剧前有多次暴力记录 还有滥用药免的习惯 又曾经向医生隐瞒病症 是属于非常危险人物 会对社会构成危险 因此按精神科意见 判處無限期的醫院命 去小嵐醫院接受治療 好了 無限期的醫院命 是否意味著 永遠要鎖在小嵐 不一定 我覺得 可能醫生方面 覺得他現在OK 你看看 之前他已經有多次暴力紀錄 你跟醫生隱瞞病狀 有濫用藥物的習慣 但你仍然放他出去 說真的 左腳說我們不要歧視人 真是對的 真是不應該歧視人 但是 你說這些是否炸彈 是否社會的炸彈 這些就是要放多些資源 特別是現在我們法國 如果大家有看Tiktok 科研節目 其實我們對西醫院充滿懷疑之餘 特別是這些精神科揚物 根本很多次是非常大的副作用 所以 只能夠說 大家要小心 但怎麼要小心 在荷里活那一段 怎麼要小心 另外 這一個真是好笑 有個得士司機被警察放射 被罰款500元 什麼事呢 2024年1月 警方在東九龍一帶 放射 早上11點半 警員在西貢公眾碼頭的的士站 登上被告的紅的 要求去西貢海灣酒店 被告得知目的地之後 就說 喂 你不如過對面 搭陸的吧 首先呢 紅的就是哪裏都可以去的 它有權 它是可以去 呃 陸的 另外一大埔 可不可以搭 折的紅的 要去回大埔呢 是可以的 它可不可以不在理 是不可以的 所以這個司機就是這樣 但是一般來說呢 我也知道 如果我在大埔 我要回大埔 我也不會特別 一些紅的會賣在一個站 零年四個幾個紅的 OK 你就會去前面 通常附近有 會搭回六的 因為便宜些 大家就好來好去 好了 轉頭了 轉頭了 另一個警員又很傷 就說 去將軍澳港脫站 那被告就開車 嗯 警員就說 喂 給我力力拒載 那 被告就說 嘩 你這樣搞我 你這樣做我沒話好說 我不是單客 好了 喏 這宗案是這樣的案 大家都可以有一段時間爭 但是我們經常判案 我們會看完 背景 好了 被告求情說 他說呢 他親自求情 他的士行規 是當市區的士去到新界上客之後 乘客如果再去新界灣其他地點 都會提醒他用行規 可以搭新界的士的 因為便宜些 他跟辦公說 如果你認為我這件事是做錯的 那我就只能夠用 來形容 我是好心做壞事 好了 看回背景 被告說 的士拒載 濫收車資 很討厭 十年前 他也都投訴過兩名分別拒載 和講粗口 或者在洪雨警告下 濫收車資的的士司機 後來他都被票控和認罪的 他也都呈上了2021年 獲乘客提名參與 優秀的士司機選舉的證明 也都提供了 原來他曾經獲得多名乘客 在的士平台的表揚和嘉許 而今年8月 他也都因為 在的士裏面 撿到銀包 就交給警署 就給警員 有感謝狀 他是路不實惟 我們去高呼 他的背景資料 似乎他不是那些濫助友 是好人 是好人來的 只不過今次 我們不知道 他可能 都是有一點點挑客 因為 其實他可以去 還是他真的想提 你可以去對面 去答 因為便宜一點 六丁 如果他不提 是否會被別人吵 又會被別人吵 好了 裁判官就認同被告 有悔意 其實他也不是有悔意 去到現在 他覺得 屌你老母 他求 喂 你們這樣搞我 我有講 他又獲得這麼多乘客表揚 他說 裁判官認為今次事件裡面 被告只是想提醒乘客有更加的選擇 好了 判你五百元 我是最不明白這裏 裁判官都認為被告 你同意的 其實你可以選客 但裁判官都認為被告只是想提醒乘客有更加的選擇 總之要罰他五百元 是吧 那裁判官都被告只是想提醒乘客有更加的選擇 他提醒乘客有更加的選擇 簡直是 一級司機 老實說 我不是說搶的士路 不可以的士路 很多都不該搶 有時候 那些傻子 傻子 上的士 有時候他們是黑迷迷 他乘了一家紅的在新駕裡 走 然後發覺應該比平日貴50元 他又吵 吵你了 你不願意提我 喂 小姐我不知你的 你們上車說要去 我現在載你來 我要坐開100元 又在那裏 但是其實在上車的時候 他迷了 有時候說好 會迷了 是呀 來 那你那裏我真的拋頭了 接著這件事 有對父母 有個兒子 因為有個不可逆轉的心臟病 結果兒子 都是救不回 就走了 OK 因為這幾年去 去照顧兒子 也有義工發覺 原來香港對於一些病童的服務 譬如是 六歲 比佬六歲 很不夠 我不知道 原來有很多 對於病童的服務 是要六歲以上的 所以 就會設立了一個叫做 超育動員林的計劃 不知為何 超育動員林 這兩個喪子的父母 都去參與做義工 分享 但是這段文章 就這樣看下去 就這樣看下去 是很 悲哀有故事 很典型的 就是 其實 我們很幸運 如果沒有這些事情 就發生在自己家裡 就是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事情 不幸 初頭就是那個改革 但當我看完 我真的有點不舒服 看看是甚麼事 咯 東東媽媽媽七年前 就驚悉愛兒 東東證實患有限制型的心肌病變 不能逆轉 無若可醫 他至今 都未能夠忘記那一刻的難果 他說 當時 東東只有三歲 病情可以令到肝臟受影響 腹部有積水 當時醫生跟他說 預計的壽命只有兩年 東東媽媽媽 由最初是難以相信 到後來他接受現實 就每天全天候地照顧兒子 哄他吃中藥 帶他去醫院覆診 陪他玩 陪他聊天 奇蹟這樣 東東就給醫生的預期 多活了三年 本來三歲病發 就預期他有兩年 五歲要行人 但是到2002年 東東八歲 差不多九歲的時候 才是離世的 東東不在 但是他的離開 一直有探望東東的 聖醫公會 聖藥室堂 企社會服務中心的主任 郭浩程 波浦 開始這個叫超育洞圓林的計劃 就是為這些病童 三至六歲的病童 提供道護服務 三至六歲 令他們短暫的生命 多一點發落回憶 到這個時候 在悲哀之中 故事都很正面 我們看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當年之後 三歲東西東東 去讀幼稚園 媽媽發覺她大腿肌肉表現,似乎比同齡的小朋友有些差異帶她去檢查 檢查最終發現東東大腿肌肉不算弱,反正她肚子有問題 再經過詳細檢查,原來肚子裡面有積水,當然要細緻去檢查 她確認了東東有限制性心肌病變,影響了肛臟,這個病是沒有藥醫的 只有一圖可以用,因為心肌病是怎樣?就是換心 好了,東東媽媽記得東東是否復生產的,當時所有檢查都顯示東東身體正常 但她留意到東東頸部的動脈有條血管凸起,當時醫科醫生解釋是初生嬰兒皮膚薄 到後來心臟科醫生解釋是東東病發三上的時候 其實那是有問題的表現,當然不能怪醫科醫生 因為當時也沒有意思,因為這個病病不能逆轉 好了,醫院原本安排東東輪候心臟移植 但東東的父母不希望用一個先排著的心態去對付這件事 同時也認為,就算移植了心臟,都不一定可以救到東東的 可能又有後遺症,所以她嘗試以不同方法 好像服用中藥,學習氣功,希望東東會有好轉 去到這裏我有一點點奇怪 我不知為何她不想用我先排著的心態 我想正常人是會先排著的,一樣會繼續學氣功 去服用中藥,你問我 這些外科切割一定是西醫好,那患心是否一定解決到 不一定 但是你問我,我不知道這是甚麼病 學氣功用中藥會好,我就覺得很神奇 就是這一類的病況 好了,後來東東情況惡化 加上醫院多番去鬆問他們,你排不排啊 他們有些壓力 於是同意為東東加入心臟移植的病人輪候明察 當時東東媽媽就跟東東解釋為何要換心 這成為一個大難題 於是他只好以玩具車作比喻,說要換摩打 不過呢,換了摩打,也不能保證可以走 你跟那個小孩解釋他有病,要這樣換摩打 我明白的,因為太心的事未必解釋到 一個三歲的小孩跟他說,三四歲 我當他換了也不代表他走 因為東東媽媽說要尊重東東的選擇 因為身體是去的 然後你就跟他說 這樣要換摩打,但換了也不能換 那你會不會換呢? 然後給他一個球去搞 我覺得這裡已經有些問題了 好了 他説 東東媽媽說 當年兒子有兩次接受心臟移植機會 醫院說移植的心臟需要先作檢查 也不會保證不出現排斥 結果東東沒有接受手術 也因為這樣,他們拒絕了兩次 所以按機制的輪候明冊上除名 兩次都是因為醫院不能夠保證不出現排斥 你看的文章的時候 你有沒有用這些角度去看? 你都有啊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我如果要把一個父母這樣說 我覺得很不公道 但是 我覺得是不是有人 怕照顧責任太大呢? 那些日後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我真的 如果我做人的父母 你明明知道這個病 這樣你不會是吧? 你怎麼會不拒絕這個機會呢? 好嗎? 你看著 東東媽媽媽認為 追蹤一個兒子的意願 因為他是身體的主人 而且東東很清楚 如果不接受移植 他需要每天喝中藥 做針灸、做氣功 以及承失個因跡水 漲大的肚 如果東東明知後果 仍然選擇不移植 一定要尊重他的意願 我兒子是幾歲 我兒子不是十幾歲 不是二十幾歲 我覺得 如果我兒子是十幾、二十幾歲 一定會接受 寧願真的失敗 我會死掉 都不寧願成勢是這樣 是吧? 好了 後來 他發覺 而且我覺得 如果那一刻 我硬拉東東進去做手術 手術有任何失誤 那兒子臨走那一刻 跟我說 媽媽為什麼你不相信我 我都說我不做移植 他幾歲的兒子 說不做移植的決定 很明顯地 是你父母去帶出來的 好了 我覺得這個遺憾我一定補不到 所以我一定要聽他說 他選擇這樣我就會陪他 他選擇不做我都要尊重他 我都拗了頭 好了 到了2021年 東東患上骨質疏鬆 跌了一次骨折之後 一段時間沒有辦法走路 身體越來越差 東東媽媽就認為要了解一下 東東對死亡的理解 每次一講到這兩個事的時候 他忍不住淚與下 也不希望東東知道他的死亡 會讓媽媽傷心難過 隨著東東的身體越來越差 相距離別的日子也去不遠 東東媽媽決定要跟東東講死亡的事 他引述醫生的話跟東東解釋 如果最壞的情況可能會死 死了之後見不到媽媽的 他說東東聽到之後 沒有出聲 一言不發 直到媽媽問他有什麼想說的時候 東東才開始不停地哭 說他其實很害怕 很害怕見不到媽媽和爸爸 屌你了好不好 我真的拗了頭 如果你一早跟他解釋這件事 反而 你那個兒子會怎麼選擇 事實上他根本不需要那個兒子選擇 你問我就 你是你要跟他選擇的 要不然有監管人來做什麼想法 好了 跟著那些不說 最後終於都走了 休養期間 東東每日需要吃五種西藥 寧家中藥 西藥又要避開中藥的時間 梅花間足 也要兩個禮拜出他抽一次福水 每次抽大概一至兩公升 你去到這樣都希望個兒子 要尊重他的意見 我真的不想會說什麼 好了 東東走了之後 那些我不說了 他說最後 東東走的日 東東一到 神智不清 可以眼睛滴滴 懂得回應他的講話 玩手機 還懂得來探他的親友 說再見 他以為東東大布纜過 後來才知道 東東是回光反小 當然 他說當他 東東離樓的時候 媽媽不停跟他按摩手腳 突然間東東脫下氧氣罩 自己 指著房門的方向說 走 然後就沒有再醒過了 經常有這種歧視出現 當他意識到東東是時候走 他就牽著東東的手 說東東媽媽很相信你的判斷力 你覺得哪條路光明呢 你就跟著那邊去 爸爸媽媽會照顧自己 這些準備了的說話 當然 在這幾年期間 東東是接受過很多不同團體的幫助 因此 他探過去的 尤其我講的 就是聖工會 聖藥室堂 社會服務中心的 不是義工 工作人員 Bobo Bobo Cork 也做了這個計劃 叫做超越動員林的計劃 東東媽媽也會去分享 對他和病童 我覺得在這件事上也是好事 但是東東媽媽其實 其實他這個概念 我不知道 是不是值得分享 我認為 我不想讓人家喪屎之痛 我又不會這麼 那樣的 但是我覺得 我不會說是你累死的兒子 但是我不覺得你是為了選一條最好的腦 如果接受不了心臟 而值得一件事 有兩次機會 因為醫生不能保證不會有排斥 也沒有可能 其實也不會有沒有排斥的東西 說真的 那就是吃著排斥藥 或者現在 那個 醫學進步 在藥干年代曉得這麼小 又或者 因為小孩是變化最多的機會 所以 最大不了就是走 是吧 是吧 我真的不明白 好了 我們看看照片 這個 這個 一個不小心出來了 東東 真是生前的照片 是吧 其實離世的時候 都是八歲 這張 因為他的法育是差一點 可能都五六歲 不知道 下一張 跟著現在這個 就是他們搞過 他們說那個 超 很難 很難讀的 叫做超禦動員林 超 超 預合的活動 就是活動的活動 圓 圓的圓 我都不知 他真的要說 去解釋一下 這個超禦動員林 為什麼呢 其實 除了道戶服務 就是主動 去到病童探訪 也會配合 根據他們來說 有些興趣班 或者有些室外的地方 或者有些VR 希望在他們這些 三至六層的病童 就是平時活動不太方便 的時候 盡量提供一些接觸社會 或者更加好些的 就是 在physical上 也都可以有義工體聚 在身體上 可能多些活動 發育得好些 關節好些 對身心也有幫助 看上去 這些地方都可以的 再 簡陋一點 但是可以的 再 這裏應該當 不知道是家長 還是義工 那 那 就是這些 就是 在這個會 回來 我完全不懷疑 這個會 想做的事情 實際上公民社會 也有很多這些 無論是 有資助 有良出的 還是有些 就是義工 但是在 這件事裏 我扯索他 我是很難的 但是由他 低溫那種 我不是說交 究竟是甚麼事 幾歲的 好 休息休息 好 還要 有實際 寫